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欧洲太极文化中心 主办的一周一太极公益讲座 欧洲太极文化中心 是一个致力于推广太极 中一国学的全球网络平台 我们邀请了世界顶级的太极全家 中一学家和国学专家 做公益讲座系列课程 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 喜爱并且推广中国文化 今天的公益讲座是 毛仲宇老师经讲导演案桥第十四讲 儿童健康保养系列之八 儿童咳嗽的条理 毛仲宇老师师承导演案桥 世界名医奖获得者 著名导演案桥传长人 父亲曾教授 是父老先生的遗生 那么我们每期都有介绍毛仲宇老师 所以这期我们就不具体的介绍了 今天的讲座将会被制作成 回放视频在YouTube上 还有和欧洲太地文化中心的官网上回放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座 有请毛仲宇老师 大家好 董麦老师好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介绍 这一期呢 我们就是讲的是 导演案桥的那个 咳嗽啊 就是孩子的咳嗽 是怎么样的去调理 怎么样去调理 那么就是说 幼游游积城的咳嗽正志中啊 就是这样讲的啊 是凡有声无痰之咳 肺气伤也 有痰无声为之嗽 是匹尸动也 有声有痰为之咳嗽 出伤于肺 寄动体失也 那就是说 这个咳和嗽呢 是两回事 既是一回事 又是两回事 那么就是说 咳光是咳 咳这样的话 它是伤了我们的肺 伤了我们的肺气 那么就是说 这是有声 有声无痰 如果说 它有痰的 没声 老是有痰的 没有声音的 不咳的 这样的呢 就是叫嗽 那么就是说呢 是匹尸 是匹尸的问题 那么有声有痰的 这才叫咳嗽 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说 都是叫咳嗽 那么就是说呢 有声有痰的呢 它就是伤于肺气 而激发了这个 痞的湿气 的痰 所以咳嗽呢 是以咳嗽的 咳嗽的那个主症 它命名的 就是小而肺气的 常见的一个病症 那么四季都可以 发生的 这个事 一般的来说呢 是它是 耗发于感冒之后 在节气变化的时候 或者就是天气 骤变的时候 就容易发生 那么各种年龄的儿童 都可以把这种病 不但儿童 把大人也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说 小孩子三岁以下的 较为多 因为他是比较娇气 那么这个咳嗽呢 一般的来说 育后还是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也有 治不好的呢 是治得不太好啊 他的护理不太好的呢 就可以呢 就是慢慢的 就反复发作的话 或者是 邪气没有 没有去静 就伤到了 我们的正气 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的时候呢 随之 有的时候 怕咳嗽 咳酒 就转成肺炎的 那种咳嗽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一定要在 很快的 把这个 咳嗽 调理好 那么小孩的咳嗽啊 他就是有 外感的咳嗽 和内伤的咳嗽 两种啊 但是大部分呢 就是 外感的咳嗽 有的时候 感受了风寒 有的时候 感受了 那个风热啊 那么就是 有的时候呢 就是内伤 就是因为小儿 的那个 痞啊 痞的功能 不好啊 这个时候呢 就会 就会是 内伤啊 内伤 那么就是 外 我们一般的来说呢 是外感的比较多 是由于小孩子呀 他的肺呢 就是比较娇嫩 本来我们的肺 都是一个娇脏 那么小孩子呢 就更加娇嫩 所以 为外的功能呢 是不强的 所以外感 邪气 还有就是说 特别是跟风 结合在一起 因为风呢 是百病之长 所以呢 如果跟 跟寒在一起 或者跟热 鼠 灶 湿 香 就是说 结合在一起了 任何一种 结合在一起了 为病呢 就更容易 伤到 我们的肺 那么风寒风热呢 它可以是从皮毛 或者鼻子 来轻视 我们的肺部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肺部呢 就受邪了 受了这个邪气以后呢 就是我们的肺呢 就会它的 清旋 清旋的能力 和速降的能力呢 就会下降 那么这时候呢 就可以发生了 就咳嗽 就咳嗽 那么就是 还有一种是内伤 内伤呢 就大部分呢 都是 这个饮食不好 就是 皮呢 失 失职了 就是它的 运化不好 监运不好 这时候呢 它的轻微物质 就 就产生不了 就反而呢 变成了那个 弹湿 所以这个弹湿 淤阻以后呢 它也可以 就是说 就淤阻在我们的肺 淤阻在我们的肺 所以这时候呢 它就是会有 咳嗽 就是都有 就有痰 所以呢 就是 我们一定要注意呢 首先一个是孩子吃的方面 要注意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受寒 风寒 鼠 湿 灶 风寒 鼠 湿 灶 这个呢 我们都要注意 跟孩子注意 因为孩子他小 他自己不会注意 我们大人呢 一定要跟他 这个都注意好 那么就是说 素问的咳论 咳论里头是说呢 五脏六腑 皆令人咳 非毒肺也 所以我们好多人啊 好多朋友呢 就认为 咳嗽就是肺的事啊 咳嗽就是肺的事 那并不是这样的哈 你看我们素问里面就说了 嗯 那么咳嗽呢 不是光肺的事 五脏六腑 皆可以令人咳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因为咳嗽呢 他的主要的哈 是我们的肺 啊 他的主脏在肺 但是呢 他也可以累积 我们的脾肾啊 什么其他的啊 就是五脏六腑 那么就是说 但是呢 最主要的呢 是累积我们的脾和肾啊 就是 肺呢 肺的本脏问题呢 他就是 外伤啊 内伤的 外感和内伤 其他的脏腑病了呢 也可以累积于我们的肺 啊 引起咳嗽 比如说 我们的脾胃不好了 呃 我们的肾不好了 我们的其他的脏腑不好了 他也可以累积到我们的肺啊 引起咳嗽 因为我们的肺啊 他是主气的 啊 而且 就是主气呢 还是煮我们的呼吸啊 主气啊 主气的呼吸 他呢 连到我们的喉咙啊 还连到我们的喉咙 他呢 本身呢 还通我们的五脏 因为他 他要把这些气啊 输不到我们的全身 五脏六腑去 所以他呢 是 连我们的 通我们的五脏的 他的开窍呢 是在我们的鼻子啊 那么就是说 所以我们的鼻子 呼吸到这些冷空气 热空气啊 都会 啊 烧到我们的肺 所以 我们的肺呢 又是我们的 第一道屏障啊 是 是保护我们身体的 所以呢 他这个呢 他还通到 通我们五脏以后呢 所以就是我们的肺 他也是通我们的摆脉 啊 而且这个 肺呢 它是属筋 啊 它是 怕火 啊 它是怕火 它呢 又物寒 所以他既怕火 又怕寒 所以怕热又怕寒 所以寒热 都可以引起 他的咳嗽 啊 那么就是呢 他还 他就是洗润 啊 你看看 我们一般的来是润肺 对不对啊 我们吃个梨汤 是润肺的啊 嗯 那么白木耳 润肺的 他喜欢润 滋润 他 他不喜欢灶 所以物灶 所以呢 就是寒 含热 灶 啊 还有就是湿 啊 湿气 他也不喜欢 所以就是说 只要我们这些气啊 鼠啊 风 寒 湿 灶 火 啊 还有就是这个鼠 哈 他都是怕的 所以呢 嗯 所以就是这个肺 就为胶脏 哈 他就是很焦 很焦气的 所以凡是感染 感受了这个外感 内伤的 所以呢 都可以导致 我们的肺啊 他的 肺气的宣啊 宣发 和塑降 的失调 所以呢 都可以引起我们的 那个咳嗽 啊 所以 小儿呢 特别小儿 他的脾胃的功能呢 脾气呢 就比较薄弱 所以呢 他又容易伤食 啊 容易伤食 所以呢 就是这些冷的食物啊 热的食物呢 都可以引起 他的那个脾啊 他使劲运 所以呢 他就是水骨 就化 化上不了我们的精气 成了我们的痰 处在我们的肺 啊 所以就是说 脾是生痰的 肺呢 它是储存的啊 储存痰的 所以呢 它就会阻碍我们的气道 啊 所以就阻碍我们的气道以后呢 所以就是会发生咳嗽 所以我们就是说 嗯 我们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啊 孩子的这个饮食 生冷的 太热的 而热性的 这些食物呢 我们都是 要去 很好的去把握孩子们 哈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一个啊 平时我们讲的案例嘛 就是比较单一 今天我们讲的一个案例呢 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哈 那复杂一点呢 就是这个案例呢 就是内热外寒的 属于一个寒热不清的一个这样的咳嗽 哈 寒热不清的咳嗽 那么呢 这是一个女孩哈 她八岁了 她就是九月六号的时候呢 吃了冰激凌啊 又在空调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 她晚上以后 晚上就发高烧了 那么她相继呢 又吃了 吃了美鳞啊 头泡啊 还有就是 扁桃体的颗粒啊 她因为她又 口也痛的哈 就是 能得到控制 就开始咳嗽了 那么就是 她这个 其实她是及时的呢 还是去了医院的哈 这都是在医院里开的这些药物 但是后来呢 就是这个女孩子呢 就头泡啊 也过敏了 就又全身又痒啊 所以过敏以后呢 又又换了 又换了阿奇梅素啊 阿奇梅素也过敏了 所以就是说 你看她烧了多久 烧了十天 十一天了哈 那么十一天的时候呢 就降到了 就是三十七点五度啊 左右 那么呢 支援体呢 为弱阳性 其余的指标呢 才就是得到比较 比较正常了 所以这时候呢 又改了 红梅素啊 就就吃红梅素 所以呢 嗯 就是这样的 经过了十几天啊 才把它稍微降下来了 降下来了以后呢 但是它一直就是在 三十七度五 三十七度五左右啊 上上下下来回的 就就这样的烧 一直烧到八月的二十三号 它体检呢 我们就看到了哈 那个西反应的蛋白呢 还升高了两倍 以前是四倍五倍 所以医生呢 他是建议哈 用还是技术 继续用红梅素 红梅素 他同时呢 还吃一些中药 所以就是说 他持续反复的 高烧 高烧 低烧的 大概是有 差不多半个月了哈 所以 他现在来 调理的过程 的时候呢 还有喉咙痛 他咳嗽啊 就是咳嗽是不爽的 一咳咳得很长时间 而且有痰出不来 他痰呢 是黄的啊 而且呢 有的时候还有泡沫 所以我们就从 他这里面就能够看到 他的寒 热 都是 都有的啊 嗯 所以他 寒热是不轻的一种 这样的状况 声音呢 咳嗽的声音 忽高忽低 还有拙涕 清涕啊 拙涕清涕 那么呢 那带 少食 不想吃东西 还有口气 啊 还有口气 他平时呢 就特别喜欢吃肉 啊 各种的肉类啊 各种的东西 他就是很少吃 这个 青菜啊 什么这些的 很少吃 所以呢 他体内的 痰痴是很重的 痰痴是很重的 所以呢 他是 寒热啊 他是内 内热 有内热 然后感受了外寒 还感受了内的寒 就是吃了冰淇淋的这种 都有 所以他的问题比较复杂 所以他的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 十几天的过程中 他是很不舒服的哈 这孩子是 一会儿高 体温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 所以来的时候呢 也是特别的不舒服 我们从他的脸色来看呢 就是 哦 他还有就是说 手脚是冰凉的啊 还梦多 尿呢 也是黄 淡黄色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脸色呢 就是 青 黄 红都有 他因为还发烧 红的 然后满脸是青色 还灰 灰朦朦的 还有一层灰朦朦的那种感觉 脸上又黄 黄一块青一块 这中间这一块是青的 其他是黄的 还是是红的 这里是红通红的 额头上也是有点红的 所以他属于一种 这样的一种 一种状态 所以他的是 一般的就是说 不会有这么样的复杂 他确实有点复杂 那么就是说 这孩子的舌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是红的 红的有芒刺 胎是黄的 也是厚腻的 比较厚腻 所以就是 而且呢 还带一点点酱 带一点点酱 那么我们就是 当院按桥 怎么样去调理他 首先我们看到的 他还 他的那种咳嗽 就是牵延不断 一咳就十几二十分钟 不停 就这样的 那么我们跟他调了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他的一个 寒热不清 我们首先呢 我们肯定是要 把他 收风 把他的风 要收掉 把他热 要清掉 而且呢 要清肺 化痰 清肺 肺 化痰 这样去怎么样看呢 我因为他反复发烧 这么多天 他肯定入到下面 是不是啊 还不吃饭 那么这时候呢 我 而且看到他 满眼的青色 那么满眼的青色呢 这样的话呢 就肯定是 他的胆出了一些问题 反复发烧 这样的话呢 所以我们的 配血呢 就是先帮他把那个 肝胆 胆清好 所以我们就用了 阳明全穴 所以跟他清 他就 那么就是 第二个穴位呢 我们配了颌骨 颌骨是干嘛 我们跟他清热 对不对 我们知道 用过很多的 这个颌骨穴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补太渊 补太渊 把它的肺气补起来 那么就是 做到呢 清肺化痰 前面两个呢 就是 出风 清热 因为它是有寒 寒以后 它化热 化热了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 把它的热清掉 所以我们就 开了 这样一个配血 就这样一个配血 大家都能看到 然后通过 第二天以后 第二天以后呢 因为它的那个 烧 慢慢就是 好一些了 就是 退烧了 退烧了以后呢 我们就用 用了颌骨 就是杨明全 它的那个风 搜掉以后呢 脸上没有那么的 清了以后 我们就是 后来是用的颌骨 和太渊 太渊呢 就是颌骨 三十分钟 太渊三十分钟 这是第三 后来后面这个照片 我们就 舌头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就好了许多 是不是啊 就还有芒刺 也红 但是那个厚腻 的那个现象 就好多了 所以我们就是 光清热 清热呢 然后我们就不废气 化痰 那么就是 这是第三天 就是有这么好了 慢慢的呢 它的这个咳嗽啊 什么全部就缓解了 第一天 那个颌骨穴的时候 它就说 我喉咙就不痛了 咳嗽呢 也是降低了 就降低了 所以就是四天 基本上咳嗽就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它的那个 烧也退了 咳嗽也缓解了 所以我们就讲一讲 所以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 我们今天是讲一个 比较新的穴位 阳灵泉穴 阳灵泉呢 它是别称 别称是 灵泉 它是属阳的 阳灵 所以它是在外侧的 高启为灵嘛 所以它是属胆 是胆的 和穴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能够解寒热的往来 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 解寒热的往来 就是说它一会儿高 体温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下来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下来 老是可以出不进 所以就是这个阳灵泉穴呢 它就可以解掉这些寒和热 因为它寒热不清 寒热不清 虚实也夹杂的 所以我们用阳灵泉穴 来解它的寒热往来 那么它还能够清热除湿 它还能够清热除湿 所以就是说 我们把它的湿气除掉 那么这个穴位 穴位的位置在哪呢 它是在膝盖的外侧 肥小骨头下一横指 前方凹陷处 那么使用的方法呢 寒热按桥呢 就是用手的中指 轻轻地点按在穴位上 阳灵泉的穴位上 手指的方向呢 是朝膝盖的方向 朝膝盖的方向 所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图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说你看我们那个 红圈圈就是肥小骨头 肥小骨头下来 从山坡上下来 一横指 那么前面 肥小骨头的前缘 有一个凹槽 我们那也画了一个手指 凹槽 那个呢 它的胶 两个手指 也都是一横指 手指的交叉处 这个就是我们的阳灵泉穴 那么就是我们的手指 的中指的方向 是朝膝盖方向 那么就是 和谷穴了 和谷穴呢 就是别称是虎口 大肠筋的圆穴 它是后续总结的四种穴之一 它呢 是与肺 与我们的肺呢 是相表演的 那么呢 它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 还有具备更多的 就是清热解毒的功能 所以它的功效呢 它能够疏风解表 开窍 行气 它能够调节寒热 这个颗骨穴 它能够调节寒热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点 这是大家要记住 它颗骨穴呢 寒它也能去 热也能去 它能够调节 所以它在这个寒热 它就是说 它是寒热不清的情况下 用颗骨穴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位置在哪呢 位置在于 手背啊 第二掌骨饶侧 终点的肉迹凹陷之处 它是贴骨不压骨头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找的时候 要贴骨不压骨 那么使用呢 就是导引按桥的方法呢 是用中指点按在 和骨的穴位上 手指的方向呢 是朝指尖的方向 指尖的方向 那么我们一定要 大人用这个穴位的时候 要注意啊 就是女的话 来月经的时候 不用这个穴位 所以我们看到啊 它这个是二指 对吧 第二指的掌骨 掌骨的中间 中间二分之一的地方 它的一个旁边啊 就是一个凹陷处 这个地方 它就是合骨穴 它是贴着骨头 但是不 不压着骨头的 我们手指的方向呢 是与手指啊 同一个方向啊 中指的方向是 跟手指同一个方向 去调理 那么呢 那么呢 第三个穴位呢 是太渊穴 太渊穴 它是穴位呢 是在寸口 在我们的寸口 是肺积脉气 最旺盛的一个地方 它的是脉 之大的会所啊 它是因为这个 而成名的 所以它是调一切 肺气虚啊 气短啊 咳嗽啊 它宣通肺气啊 补益肺气的 所以你看 王斌宇啊 他给他说是 肺带心主气 而行凝位 那么肺带它 行凝位的 所以呢 我们的太渊穴呢 它又是一个 肺经的一个 大的穴位啊 嗯 它是肺气的 一个会所 所以呢 就是它能够 带心啊 主事行凝位气 那么行凝位气呢 我们容易感冒呢 是我们的胃气不顾啊 胃气不顾 就是保卫我们的 能力不够 所以呢 我们就是 用这个穴位啊 来保卫我们的 身体啊 不受这些 风寒鼠湿 的这些轻湿啊 那么功效呢 它的功效呢 就可以就是 滋阴润肺 我们上面说了哈 我们肺气要滋 滋润 它洗润 所以我们要滋阴 润肺 那么这个 太渊穴呢 它就有很好的 呃 滋阴的效果 润肺的效果 啊 那么 它 滋阴以后 它可以什么 清 清掉肺里的 那些 脏东西啊 所以呢 把痰画出来 把痰 那个痰画出来以后呢 把它咳出去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保护 我们的肺 所以它就是 有顾表不虚的 这个功能啊 那么就是 这个穴位呢 是在大一句 以掌纹交界的凹陷处啊 以掌纹交界的鞍 那么就是它的使用呢 使用方法呢 就是导引暗桥的方法 就是用中指轻轻的点按在 太渊的穴位上 手指方向呢 是顺经啊 朝着手指同一方向 朝着 就是 所以我们就是 在这个图上呢 我们就能看到哈 看到这个太渊穴 太渊穴呢 就是在那个大云记的下面啊 第一掌纹纹下 两个经的 饶侧啊 那个点啊 那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太渊穴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讲了这一个案例哈 这个案例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呢 可能会要消化一下哈 就是说 这个是寒热不清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一个 这样的案例哈 所以在持续发烧 反复发烧的时候呢 我们讲这个点哈 就是说反复发烧 它跟什么有关系啊 大家想一想 跟我们的胆就有关系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阳阴全穴 把我们的胆热清掉 将它胆热清掉以后呢 它又有一个 它利于我们的 这个反复发烧 这个是有利的 撤掉以后 它就不会 撤掉了它一个香火 一个很大的一个火源 火源 那么呢 它撤掉以后呢 对我们的皮 对我们的皮 它就不会磕皮了 甘胆不磕皮土了 然后孩子就愿意吃饭了 所以在它调理的过程中 就是在这调理的过程中 把这个阳阴全穴调好 这个孩子就说 我饿了 他说妈妈 我饿了 嗯 所以这时候 他有几天不再吃饭了 已经 因为 他一说饿了 妈妈可高兴了 对不对 对我们的皮又好起来了 那皮好起来了以后 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用什么 和骨穴 把它的体温降下去 是不是啊 我们撤掉一个火源 又把这个火撤下去 在发烧的时候 因为我们 它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就是受的风寒 已经在我们体温化成热 所以我们 而且这个 这两个穴位 都有清风 都有疏风 清热 而且是 寒热双清的穴位 寒热双清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他的热很快就下来 而且稳定 就比较稳定 他一天不行 我们两天 是吧 就是这个房子 然后呢 我们再把废气補起来 把这个痰清出去 是不是啊 几天以后 三四天 基本上就稳定了 而且有两三 两天多 已经两天了 已经没有 就没有发烧了 那就很稳定的就下来 所以就说 像这种比较复杂的 如果是一般的 受了一点风寒 马上去咳嗽了 其实我们就合乎太渊 是不是就管用了 所以就是说 大家一定就是说 要好好的去看孩子 把自己孩子仔细看好 他是哪个地方病 哪个地方怎么样 好的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你看看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 就是希望大家 进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 这个群里去 对 现在我们群里去 也可以去看看 我们的公众号 现在交给 交给董老师 好 非常感谢王老师 特别期待您 这一期的节目 因为我觉得您安排的 也特别好 正好 咱们现在是历秋嘛 第一个节气 秋天里第一个节气 然后我们费又为交藏 小孩的肺可能 更加的比较交气一点 所以呢 我们这期的节目 正好教给大家 如何去预防啊 包括如何去治疗 所以这期节目 想的真的特别好 还是那几个万能大学 我管的叫万能大学 杨林泉就是 我也深深用体会杨林泉 给小孩按完以后 他们的心情 就会特别好 然后把那些肝里面的热 都能给卸下去 这是一特别好用的学位 我自己深用体会 和谷和太渊 就是老师以前 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啊 真的也是 只要万能的大学 无论是寒热 咱们都可以用这两个学位 特别特别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准备一下问题 我想起来啊 我好像以前 头脑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在想啊 给小孩导演按桥 肯定白天的时候 都是比较 比较不方便 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能够 静静的坐在那里一个小时 有的时候就是晚上 等他们睡觉的时候 给他们弄 但是那天我就想一想啊 我们的阳气如果入到音里边 是大概晚上 17点那个时候啊 阳气慢慢都入到音里边 我们现在如果晚上激发 他的阳气的话 导演按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这分为临场是没有 没有影响 当然调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就是在他最适合的时候 那挺方便的 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白天的话 他稍微动一下呀 那个一下跟他调理 也是没问题的 也可以啊 对对对 我是趁着他 就是找到 我们当人是安静的时候 应该是 我们当人的时候 对对 小孩子除了睡觉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白天 他真的有问题了 我们白天就可以帮他调 如果可以缓缓晚上调 也可以的 对都没问题 找到一个适当的时间 就可以是吧 对因为我们导演 叫大道志简嘛 所以哪个时间都可以的 就是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很高效 因为有一次 也是我女儿晚上 我听他的说话声音 开始变了啊 然后我就听见 他的气管 也不是有一点 有一点弹那种 然后我说完了 又要咳嗽了 这一咳又要耗了 很长时间 然后那天晚上他睡觉 我就给他倒点墙 差不多不到 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第二天早上去 就完全没有重装 非常非常好 非常快 是的 所以这个孩子也是的 在调整的过程中 一会儿我饿了 妈妈高兴了 一会儿哎呀 我嗓子不疼了 妈妈又高兴了 所以就是说 所以就是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你看他 断断继续发烧啊 咳嗽啊 已经是半个月的时间 嗯 对 只要我们家长是多学习一点 就是其实可以帮助孩子 能够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真是这样 是的 一时的话就更好了 是吧 那个半个月的苦 就不会受了 对 大家可以把话筒打开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如果有问题啊 那好 大家都感谢毛老师 谢谢毛老师 毛老师辛苦了 大家都是非常辛苦 这课 只要大家有意就好 嗯 嗯 非常好 行那好 那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那个 我们的群里边给留言 然后或者给 让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那提出来 嗯 对 可以多关注一下 毛老师的公众号 有的时候我会经常 上面去看 去学习很多的东西 写的都非常非常好 好吧 那我们下一期讲什么呢 毛老师 嗯 下一期我看看啊 下一期 请问哪里可以看回放啊 嗯 回放是在群里边可以 我们会发到各个群里 那个有YouTube上面的回放 然后也在官网上面 随时都可以观看 下一期呢 我们就是鼻炎的问题哈 就是说鼻渊 就是鼻子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们在秋季容易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也是 我安排也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 嗯 嗯 嗯 就是一定让孩子过好 这个秋天哈 嗯 嗯 鼻炎也是 鼻渊哈 这个这个问题也是扎针好疼啊 这个针子 如果我们能用导演墙呢 我们最好用导演墙 可能会生 接受很多痛苦 我也是这样 对对对 嗯 而且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鼻渊吧 他就是不是容易很 不是很容易好哈 对 也是反反复复是吧 对 嗯 所以让我就是说安排呢 就是说 嗯 尽量的吧 尽量的跟大家安排好一点 这个课程哈 嗯 好 好 我看有一些观众提出问题 说马老师的公众号里 有一些文章删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 嗯 没事 删了是我们有调整 嗯 就是会更新一些文章是吧 嗯 对对对 好的 还有请问一下老师 一岁半宝宝可以每天吃藕粉吗 什么 一岁半的宝宝可以每天吃藕粉吗 哦 那这个就是说 一般的来说 吃点藕粉是没问题的 但是也不需要每天吃吧 嗯 藕粉是非常好的东西哈 嗯 好 嗯 我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我已经说了哈 好 但大家就关注 马老师的公众号 还有欧洲台积文化中心的群里 都会有定期的有一些啊 更新的消息 包括下次什么时候呃 有导演安乔的讲座 如果有调整的话 都会提前在在群里边说出来和大家 好吧 那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毛老师 然后我们期待着下一期的节目 嗯 是鼻渊是吧 是鼻子的 对 好 那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毛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那期再见 好 再见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